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祝福菩萨和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的法身 所以真诚的爱心处置于自然的流露 对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 平等的爱 怎么会做出残害众生的知识 所以在感应篇里面 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 会必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 我们也曾经报告过 在这一段文字里面 给我们举了几条例子 说一切众生 贪生未死 爱情念旧 知痛觉苦 跟我们自己 确实没有两样 我们只要细细地去观察 这些现象 很明显地 摆在我们面前 佛教人修行 修正错误的观念 修正错误的行为 教我们 时时刻刻 提起观照的功夫 什么叫观照 剥落在情实里面 而用智慧 真实智慧 观察一切四里 就叫做观照 真正觉悟的人 他们讲 偷偷使道 左右风圆 这个话说的 有味道啊 这些话 世间人 很难体会 初学的人 也不容易体会 所谓 所谓道 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谓云 就是它的生气 它的因果转换 历历分明 这个是这样的 根源 左右风圆 左右风圆 根源并不在远处 就在眼前 今天 世人所探索的 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就在眼前 必须见到的人 正到的人 他才能够了然 所以告诉我们 决定要 存心 仁慈 决定不可以做 伤天 害理之事 人要懂得 自求多福啊 他这里 举出几个 历史上的 公案 过去多数人 多半 都曾经读过 佛经里面讲的 一切众生 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王科 杀牙 戴科 杨在客人面前 跪下来 流眼泪 你想想看 他知道 爱惜生命 我们看到这个情形 还忍心 杀牙 吃肉吗 所以我们 仔细观察 这些动物 前几时 我们听到 天陌山 七句子 讲放生 放这个别的事情 你看看 这个别有灵性 一听说 别人 不杀他了 要放他了 感恩 无体投地 那种种种 标情 我们能看到 知道动物跟人 完全没有两样 凡是 有生命的 动物 他被人抓到的时候 知道自己 要被屠杀 要被尸弹 那种痛苦 我们从他表情上 能看到 垂头丧气 在那里流眼泪 那种可怜的状况 鱼人有什么 脸 而一切众生 真正是 有眼没有见到 有耳没有听到 有心没有感触到 任意的 在啥 满足他的 世运 借运造业 无故于此 圣人教到我们 天道好患 英国报应 丝毫不爽 所以 护身 放身 不施一切众身肉 这个功德最大了 我们要实时 警惕自己 不但有情的众生 要爱护 树木花草 也有灵性 我们仔细观察 都能感受到 我们爱这棵树 这棵树就长得特别好 它有回报 供见你欣赏 我们爱花 这个花开得特别美 好像真的 我们有情爱的交流 这都是事实 不但花草 有感情 连这个石头 都有感情 矿物也有感情 花言经商 跟我们说 清与无亲 同缘种之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冷静 细心 观察 都见到了 古时候 僧供说法 万事点头 我们身心不已 所以在这一段文字里面 这是苦口婆婆心 劝灭我们 生日 过生日 不能杀神 人庆长寿 杀害众生 来宴会 庆祝自己的长寿 叫人家短命 哪有这种道理 于情于礼 都违背了 庆祝 庆祝 庆僧 杀僧造业 来庆僧 诸位想想看 这合不合情理 本来自己寿命很长 因为年年这种方式 庆僧 把自己的寿命 减损了 不但寿命 减损 来生的苦报 给这些众生 借的冤业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明言人 看得清楚 沁僧 作寿 断断 不可以杀神 他这个里面举了很多例子 丧事 不能杀神 丧与爱为主 殷勤 兵科 以素食 为罪家 祭司 不可以杀神 这个福在地藏经上 讲得很清楚 念过地藏经的人 要记住 你每年 祭司你的祖息 祭司你过世的家庆眷属 中国人 每年 亲民也祭司 中原祭司 东治祭司 如果祭司 杀神去供养 地藏经上说 亡人不但不能得福 家中罪 为他而杀 增加他的 增加他的苦报 这是我们在世的何人无知 他躲在卧去 罪业已经很重了 怎么忍心 再加重他的罪业 所以我们意念 情爱之心 造成了 因无知而造罪业 加重他的苦难 明了 这些四里的真相 决定不忍心 杀神祭司 拜佛寻意 更不愧杀神 祝福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以杀害众生 去祭司佛菩萨 下面又可以跟我们说 结婚 隐慧 不可以杀神 秦柯 也不可以杀神 再说到 隐身 换一句话说 我们在社会 必须要有正当的 隐身事业 凡是杀害众生 这些事业 不能发财 你所得的这些利润 绝不是因杀害众生 你才得到这个利润 你才发财 你的财运 是你全身 修布施 所得来的 佛讲得清楚 你修财布施 你的财富 你修法布施 你的聪明智慧 你修无微不施 你的健康长寿 如果你在这身 在身 你从事的是杀害众生的事业 虽然你现行 得富贵了 你的生活过得很忧郁 过得不错了 可是你要知道 你这个财运 不是因杀害众生 不是因杀生而得来的 是你前世所修集的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都会发财 命里头没有财 比如说你开这个酒楼 开饭店 为什么别人 开这种 做这种生意 不赚钱 你做这个生意就赚钱了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够发现 赚钱是命里头所有的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你都赚钱 杀害众生 生命的这种行业 你前世的 佛想净了 握抱就显现 所以我们很冷静 很仔细的观察 就知道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营生的行业 要选择 决定不能干 杀害众生 这种行业 这种行业 对自己 决定不利 眼前所得的这个利润 决定不是因为 这个行业而得到的 这个行业在 往后的股报 有得受了 我们要求我 那么再讲到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凤阳父母 也不可以杀身 宿舍里面 养分 你已经摄受不尽了 何必要杀害众生 我在年轻的时候 很幸运地遇到佛法 读到廖凡私讯 读到感应品 我很相信这个道理 我二十六岁 下半年 把这些理论 四十真相 搞清楚 我就发心 吃肠素 我 我素食吃了五十年了 而且生活很简单 一丝毫不浪费 我的身体状况 不比别人差了 精神很好 精神很好 每一天 讲经两个小时 一天都没有去 这个是可以跟大家 做个样子 如果你们要说 素食未有营养 素食不健康 你仔细去看看出家人 可以增长你的信心 改变你的观念 后面说 养病不可以杀生 更应当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 我们自己才能得长寿 无畏不失 是健康长寿之因 后面也有一条 这是讲道教 道教做发挥 也用三僧即神 我们替神明相想 正知聪明 为之神 神 还贪图你 血腥的祭祀 来保佑你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发挥祭神 不能杀生 不能杀生 末后说 世俗过年 过年 家家都杀生 家家都吃肉 尤其是杀生 来祭祀祖先 实在讲 也是 家中祖先的 罪业 祖先不但不能够得福 还因而遭难 这是我们错误观念造成的 所以我们 每年遇到心灵 要特别提倡 素食 加倍地爱护众生 年级 不能杀生 荣卫 不能杀生 荣卫 不能杀生 送礼 这是人情 礼上往来 亏正 不可以杀生 贱 别 不可以杀生 那么 还于一些众生 喜欢养鸟 喜欢 饲养 宠物 诸位要知道 你饲养 宠物 宠物 要不要吃肉 养金鱼 要用虾 小鱼去喂它 养鸟 也要用肉食 去喂它 你要知道 杀害多少 小动物 去满足你的城 你知不知道 这个里头有杀意 这个里头有 严重的果报 所以佛教人 要把爱欲 事欲 完全断掉 你才能恢复 清静心 清静心 才生智慧 智慧才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上面举几个例子 希望听到的人 能够举一反三 文艺之实 培养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 我们每天念着回想机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图苦 真正发现 报恩寄苦 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 爱护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绝不伤害一切众生 这是真正 报恩救苦 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精一 无限的生光 我们简单跟大家报告 到此地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